第一 這波肺炎疫情的感染人數太過龐大 已經超出了各地大型醫院的接診負荷 簡單一句話 就是中國肺炎大爆發了 所以現在要把病患下放 分流到基層的醫療機構去 一方面是要緩解大型醫院的負擔 另一方面是要把醫療的責任甩鍋到基層去 如果哪天出現大規模的交叉感染 甚至是大規模的死亡的時候 就可以推偷到基層的醫院去來分散責任